自从黄毅黄毅清离婚以来,两人的口水战就骂个不停,但最受苦的,最让人心疼的还是两人的女儿当当。 前几天有网友晒出一段视频,视频中当当伤心落泪,哭着要找爸爸,看起来让人心酸。 5月2日,黄毅清在微博晒出一段对话记录并配文,这是上次送回去后和当当妈妈好友的聊天内容, 证明孩子妈妈是知道孩子和爸爸见的机会少而不开心的, 但就是自私没打算为了孩子改变而已,本来也从不会为了孩子让自己做什么改变的, 这就是命,希望孩子可以尽量去适应自己妈妈吧。 从聊天记录中,可以看出黄毅清对女儿当当的不舍于想念。 黄毅清倾诉和女儿别离时的场景称,走的时候她可是哭得稀里哗啦, 哭得我都流眼泪了,不过习惯了,还表示不去想就好了,想到就会流泪,不想就还好。 最后黄毅好友还告诉黄毅清,也跟你说个真心话, 其实每次活动黄毅和我真的不是以赚钱, 这段话可以看出黄毅也希望能给女儿更多的锻炼机会, 让她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